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显的变化 就是从领主向地主的转化 或者从身份性的地主 向非身份性的地主转化 这些非身份性的地主 就是他们身上不是贵族 他们不是领主 那么因为他们不是领主 他们也不必服兵役 我们知道欧洲的领主制度 是建立在那个彩艺制度上的 领主有必要服兵役 现在那些地主 他的土地可能是买来的 他不是骑士 不必服兵役 那么他们呢 土地完全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上面也没有在 他们上面的领主 那么有些地主呢 没有贵族投协 那么这样也是经济性的地主 他们通过土地出租 过得非常富裕 地主骑士都不耕种土地 如果他们还保留着 一块自主地的话 那么往往是雇人进行耕种 顾谁呢 就是顾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 没有土地的农民 是农民的最下层 他们的生活 往往取决于工资和物价 但是他们的人数却很多 人数一多呢 给的工资就很低 那么 那种有在某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叫做New Jackson 有地的农民只占百分之三十 无地的农民却占到农民当中的百分之七十 那么在工资上涨 价格低下的情况下呢 这主要是发生在城市 而在农村呢 地主呢 宁愿养着农民 而不愿付给农民较高的工资 因为价格低 货币比较值钱 而有的地主呢 管饮食 却给农民低工资 如果管农民饮食的呢 是三个顿一天 如果不管饮食的呢 这四到五个顿一天 那么农民在农村 领主呢 在农村呢 势力还是很大的 有的故宫只有很小的一块土地 主要是靠工资收入 主要是靠工资收入的一些农民 就叫故宫 在实行农路制的地方 和没有实行农路制的地方呢 故宫的状况差异也很大 农村主盛行的地方 故宫制不是很发达 只是劳动力的一种补充 这就是我们刚才简单地说了一下 说了什么 说了那个小农所有制 那么我觉得我们刚才所说的 小农所有制里面的 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实际上 农民剥削还是很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我们这一个乡村改革 澳洲境代化起点里面的 第六点 这个第六点呢 叫做市场的激励作用 如果我们说啊 传统的庄园和农路制度 因为效力太低而被淘汰的话 那么双品经济的渗透 就成为欧洲农业制度变化的催化剂 什么叫双品经济啊 就是把农产品当双品 使得农民在种地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一下双品价格 那么这样一种市场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呢 它就破坏了一个东西 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而把农村也纳入到了双品经济的轨道 在14世纪啊 欧洲出现了新的市场 也失去了一些旧的市场 这种农业呢 在14世纪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单位 工业和手工业 或者手工双品 这样呢 产生的市场呢 它主要是为一部分贵族 和城市中的显贵服务的 城市的工人呢 实际上只能买一些食品 而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 他们的购买力是十分有限的 一直要等到工业革命以后 那么导致了很多生产价格廉价的东西的产品 而生产者本身有了较大的消费欲望的时候 和购买能力的时候 那时呢 购买商品的人才大大的增加 那么到了1500年的时候呢 对于农民直接来说的 是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货币地主 货币地主呢 已经占了支配地位 货币地主对农民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农民要把收获的粮食出卖了 才能换取货币 才能向地主叫货币地主 那么经过几斤折腾呢 农民实际上是吃亏了 而不是占钱了 而在有的地方 农民交的仍然是食物地主 但是却按市场的粮价来加以折算 无论是直接交货币 还是按粮价来折算 都是把粮食当作双品 都是以某种形式 让农民以货币地主来折算 这样呢 就是对于富裕的农民提供了机会 对于贫穷的农民增加了压力 结果就是增加了农村的贫富分化 这是1500年的时候 那么到了16世纪 也是1500以后 价格革命 为什么叫价格革命呢 就是哥伦布航海以后 搞了海外殖民 源源不断地外国的经营 流入到欧洲 导致欧洲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导致农产品的价格 大幅度上涨 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增加了 和美洲的经营流入欧洲 导致涨价 价格革命对于城市工人 和农村的农民生活影响很大 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工资的下降 因为人口多了 出现廉价劳动力 工资的价格就下降了 而地主又掌握在地主手里 在那个时候 英国 法国 西班牙等国 粮食价格至少占了四倍 一些地区因价格非占 而人们就大声呼吁 要求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 有一些主教 教会的主教就批评地主 认为他们是真正挑剔 那个那个地主 藏地主者 而农民称地主为 继父班的地主 他们是继父班的地主 我们知道那种的灭称 就是他们对农民不把他们当人 那么那个德国农民战争的 主要领导者明特尔呢 他就攻击贵族的砖横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呢 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呢 导致了农民的生活 进一步的那个下降 从16世纪中叶起 也就是从1550年起 由于城市发展 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呢 城市对农村的 对粮食的需要呢 就增加了 为了满足这个需要 也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 就出现了一座农场 专门生产粮食 满足城市的需要 另一个情况 养羊业也对农村带来了影响 养羊需要的劳动力不多 几个牧人就能管几千头羊 同时羊龙 那个羊皮羊肉的价格就很高 这样一来呢 在英国呢 就许多地主呢 就不再把地主 就给农民来进行粮食生产了 他们养羊 他们进行圈地 把耕地变成了牧场 所以早期的圈地运动呢 一直延续到16世纪 在英国都得黄色的时期 英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英国和西班牙 英国和西班牙 都因为需要羊毛 而导致了圈地运动 这更加重了农业的问题 地主把那个土地圈起来 归为己有 把工地也全为己有 把土地变成了牧场 这使得乡村中的电农 简直无法生存 许多人跑到城市里去了 农村人口减少了 城市人口增加了 城市虽然发展出新的工业企业 但由于大批农民的涌入 城市没有做好准备 圈地运动对农业生产 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并且导致了许多依靠土地存活的小农 电农破产 那么伟大的作家 托马斯莫尔 他写过一本书叫《Ultobank》 里面这么说 一度那样温馨的 食量很少的羊 现在却变得如此贪婪 凶恶地开始吃人 那么这句话呢 说的其实不是羊吃人的问题 说的是由于城市资本家和地主的贪婪 他们才真正是制造了羊吃人 这种怪现象的元凶 好 同学们好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农民的问题 就是那个小农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就来讲 乡村改革 欧洲近代化的起点中的第七小点 再版农露制 刚才我们不是说农露制已经瓦解了吗 那么为什么又有农露制呢 这种新产生农露制呢 我们得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再版农露制 而那个再版农露制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对那个再版农露制呢 加以区分 我们把它分成三种类型 来加以讨论 第一种再版农露制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地主通过领主权 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 在西方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呢 常常是这么说的 说黑死病以后啊 因为固定地主和劳动力价格上涨 所以引起了领主的贫困 和农民的富裕 那么到了1450年经济恢复以后呢 领主就要找回在危机时期的经济损失 这导致他们加强农露制和领主制的做法 这样的评论呢 显然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因为1450年 领主推行农露制 是从国家税收政策有关的 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保证税收 制定出种种保护农民的政策 主要不准许 不允许领主增加地主 那么领主怎么办呢 领主在国家的法令下不能增加地主 因此他们就利用自己的领主身份 来赚法律的控制 他们宣布农奴 冷卵是农奴 因为他们可以出示一些法律文件 说我没有废除过农奴 因此他们是农奴 冷卵需要向自己拿贡 或者你付钱好了 交纳一些额外的地主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把农民制入了受国家和领主双重剥削的状况下 尽管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奴了 只是在他们的收入里面 被地主以农奴制的名义 夺取了很大一部分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里我们要说 为什么地主要增强再把农奴制 不仅仅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 说就是为了经济好转了 要夺回以前受到的损失 哪有一百年以后的人 要夺回一百年前的人的损失 没这种说法 更具体直接的回答 是因为政府对领主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抬高地主 目的是为了政府受税 因此领主就想出一些花样来 搞了领主制 以便夺取额外的税数 这是一类 第二种再办农奴制 是政治型的农奴制 主要是发生在德国的南部 它的特征也是强调领主权 但主要的目的是维护领主的利益 以抵制中央政府和祖后领地政府 对地方上的小领主的压迫 这是在中央政府和诸侯势力 相对薄弱的地方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 中央政府和诸侯势力 相对薄弱的地方 和地主贵族势力又比较强大的 南部德国比较流行 在十四五世纪 斯瓦本 德国的斯瓦本 法兰克尼亚等地的贵族 为了应对黑死病危机 已经把庄营租出去了 变成了租电制了 农奴制早已瓦解了 但是到了1450年 经济恢复后 领主和诸侯之间的斗争 开始变得尖锐 地方的贵族 为了强化自己的领主地位 那么就重新颁布法令 宣布已经被解放的农奴 仍然是农奴 要他们履行对领主的义务 那么此时在斯瓦本 就可以找到再版农奴制的实力 本来已经被解放的农民 现在又被宣布给农奴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宣布 是一种政治奴隶制呢 是因为地方上的小地主 小领主 为了抵抗来自上面的压力 来自由诸侯领地政府的压力 那个诸侯领地政府呢 突然之间宣布 自己的那个政府 是中央政府 在地方上是中央政府 他颁布各种法令 他不再照顾地方领主的利益 那么领主就很怕 觉得这样下去呢 他们要破产了 由于他们的领地呢 是分在这个地方的 比方说东边有一块地是他的 西边有一块地是他的 他没有办法把它集中起来 搞一个独立皇国 他就要和其他地方的领主 来交换土地 把我的土地给你一块 你的土地给我一块 以便使自己的土地呢 连成一片 那么土地上面有农民耕作的 那么农民不肯走怎么办 最好就宣布农民是农奴 这样一来 农奴是必须在土地上的 那么就可以使得上面农民 连着土地一起进行交换 把自己的土地连成一片以后呢 就可以用来抵制 地方领地政府的剥削 和它对抗 所以我们说呢 这是一种政治奴隶制 这种政治奴隶制的结果 不管什么后果 对农民来说 这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它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尤其是导致了 已经被宣布不是农奴的人 又变成农奴 我们说呢 这种状况的压迫 最后是导致了 1525年 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 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 他们已经是 不是农奴了 又宣布是农奴 这是德国农民战争 爆发的起因之一 这是爆发在德国南部的 在把农奴制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在德国 伊北和伊东地区 出现的大地产农奴制 这种农奴制也是在把农奴制 这种农奴制呢 那个 和那个德国南部的农奴制呢 是不一样的 和南部的那个农奴制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呢 那个在伊北和伊东 出现的那种农奴制呢 它是为了解决 生产粮食的目的 而出现的奴隶制 这样一种奴隶制呢 它用的是农场 大农场经营的方式 但是它生产出来的目的 却是供应城市粮食 因此它用最原始的方法 来为城市提供粮食 从贺果上来说 它是和资本主义 双品生产性质有关 从经营手段来说 是落后的 是奴隶制 它完全是在 市场经济的激励下 封建筑为了自己的利益 它不放松林主制和农奴制 反而采用超经济强制的办法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却是为资本主义城市 提供粮食 从中获利 所以呢 我们赶到 刚才讨论的三种形式 一种为了抵抗中央政府 而产生的农奴制 我们把它叫做是 因为对抗中央政府 而产生的奴隶制呢 我们是第一种类型 叫做额外 那个薄薛农民 第二种呢 是政治性的农奴制 主要是地方呢 是德国的南部 这种德国的南部呢 目的就是为了 搞领主的自由王国 独立王国 来和那个日益发展的 诸贺领地政府对抗 然后第三种呢 是在德国一北和一东的 在把农奴制 它是用农奴制的方法 来生产粮食 为资本主发展提供 所需的粮食需要 无人 这三种农奴制有何不同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用一种超经济的手段 来对农民进行压转 目的总是要在 农民和地主的分层之间 对于剩余产品的分层之间 来更进一步地 从农民手里 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 那么这就是 这种农奴制度呢 和以前的农奴制度 不同的 那个 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说有所不同呢 因为它不是在中世纪 那个自然经济的条件上产生的 相反它在资本主义 近代国家 这样一个近代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这样一种农奴制呢 它要应付的 不是中世纪的封建问题 而是要应付的 所谓地主这个阶级 这个阶层 怎么对付资本主义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绝不能把再版农奴制 和以前的农奴制 等于四次 说即使这是农奴制 所以它们完全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它们服务的背景 服务的对象 以及产生它们的条件 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再版农奴制 这个称呼呢 还是很合适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我们这一个 一讲的第八个问题 就是不算一下 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1975年啊 有个德国历史学家 叫Peter Blake 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 现在也翻译过来了 叫做1525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 新透视 这本书里面呢 它就对1516世纪 是欧洲农民的 黄金时代这个说法 进行挑战 黄金时代的说法 把黑子病以后的100年 农业生产的发展 估计过高 认为在100年中呢 农民又进入了黄金时代 Break呢 为了纠正这种偏差呢 他根据农民的一个纲领 叫做12条款 以及农民 南部德国农民的 那个怨情陈述书呢 进行研究 他提出一个看法 就是农业危机过后 还有一个农村经济次序危机 他认为一个是农业危机 就是人口减少 劳动力价格 那个偏高 还有一个是农村秩序危机 这两个危机都是破坏性的 是导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的 重要原因 其实啊 那个Break所指出的例子 德国的例子呢 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实用的 因为地主对农民呢 加重了剥削 国家对农民呢 征收了赋税 农民的财产 和乡村公共的财产 又不断地被贵族 和城市的资本家所掠夺 农村的社区不断地被折腾 都显示了欧洲的农民 不仅没有进入黄金时代 而且呢 他们身上的受的压迫 是进一步加剧了 广大农民是生活在贫困线上 既要负担生产的全部费用 又无力以必要的投资 来进行农业技术改造 再加上 15世纪后半叶 人口的增加 也就是1450年以后 人口又增加了 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短缺 使得15、6世纪 欧洲出现了穷人问题 首先 欧洲摆脱了低效的 出放式农业模式 却把许多人 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 土地呢 不要所有农民来跟踪了 而只是有地农民进行沟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农录制和乡村的公社的制度 乡村委员会制度 都带有一定的社会合作的成分 但是在租电子出现以后 农民之间出现分化 公社这个合作的机制 制制的机制进一步被打破 那么这样一来 那个合作社和领主 都不再管农民的事 只向他们收钱 那么穷人的生活 就没有得到保证 所以15、16世纪 那个人们不明白这些道理 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痛苦 是由那个社会制度转型时 对他们剥夺造成的 也不明白 由于分化 削弱了他们团结的基础 因此呢 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控制书上呢 这么写到 说呢 是统治者的专横 是领主不按公共利益来办事 那领主怎么可能按照公共利益来办事呢 那么他们赋予了另一个口号 就是说 我们一个团结词呢 实现什么 基督教兄弟之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